你有想过把卫生棉护垫贴在垃圾桶上吗 如果没有 那你不妨尝试一下这个新方法 在这个视频里 我给你展示为什么应该这样做 以及它能带来什么好处 就像你发现的一样 垃圾桶使用一段时间后 就会发出严重的臭味 但是我们可以使用卫生棉护垫当作不求措施 现在你需要将它切成两块 你也可以把它裁剪的更小 现在还需要另一种成分 在你家里也可以很容易找到 它就是精油或者花露水 现在将精油第一几滴在卫生棉护垫上 因为卫生棉护垫的特殊构造和加工工艺 它可以很好地吸收这些成分 并且确保精油的味道在长时间内不会消失 现在你可以将它贴在垃圾桶上 但是请你注意 不要将它贴在能看得见的地方 那样你每天看见它都会觉得很尴尬 正确的方式是 你可以把它贴在隐蔽的地方 就像是垃圾桶的盖子上 这样当垃圾桶关闭时 它可以不断地消除垃圾桶内的臭味 如果当你打开垃圾桶时 感觉它的样子还是很丑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剪刀 将它裁切成其他的形状 比如长方形圆形 又或者是星星的形状 这样即便是家里有客人来访 他们看到了也不会觉得不舒服 每一个视频都是一个解决方案 觉得不错就请分享给身边人 这样可以更好地帮助到他们 我是妙照先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